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天峰证券的跌宕起伏故事 这可不是一般的股市旅程 而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过山车 自从A股市场进入924行情以来 天峰证券的股价竟然飙升了54.14% 在同行中独占凹头 但别被这个数字迷了眼 因为这家券商在上半年却是43家上市券商中 唯一一个尽力亏损的 真是让人心痛不已 随着管理层的频繁变动 天峰证券就像是一位被迫改变风格的艺术家 从曾经的湖北省民营资本重镇到如今的艰难求生 虽然自营业务的滑坡让人捏了一把汗 但二季度的回难又似乎给了我们一丝希望 让人不禁想问 天峰证券是否能够逆袭重回巅峰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香港市场的金融股 近期AH股价差缩小的现象让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劝商股的强劲表现 让人忍不住想要投入其中 然而虽然价差在缩小 但有些金融股的A股价格依然高于H股好几倍 这种估值偏好分歧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值得我们深思 再来看看银行股的爆发 中正银行指数的年内涨幅达到约40% 这股势头让人惊叹不已 政策的利好让银行股如同打了鸡血 创下历史新高的股票层出不穷 大家心中不惊想着 这真的是牛市的开始吗 总之 今天的股市简报充满了挑战性和戏剧性 未来的走向让人充满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不过话说回来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大家可不要被一时的涨势冲昏了头脑哦 虽说银行股在今年表现不俗 但还是要记得做好功课 了解市场动态 毕竟股市这个地方 风水轮流转 今天是银行股 明天说不定就是别的板块发光了 而且虽然政策利好 为市场带来强劲反弹 但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各大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 地缘政治风险等等 都可能成为影响市场的因素 小心使得万年传嘛 说到这儿 看来咱们今天的股市故事就聊到这里了 希望各位投资者朋友们都能在股市中找到自己的节奏 赚得盆满钵满 哎呀 这个周末真是聊得开心 咱们下次再见咯 别忘了 关注市场 保持冷静 才能在这个投资世界里如鱼得水哦 拜拜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天风证券的股价上涨绝对是个不错的信号 虽然上半年亏损 但股价的快速回升 说明市场对其未来的期待 股市有时候就像一场心理游戏 大家都看好它 股价自然就会涨起来 我们看到 天风证券通过引入新管理层和调整股东结构 已经在逐步恢复元气 虽然自营业务下滑 但二季度的经营业绩已经出现反弹 这不就是所谓的脾级泰来吗 相信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天风证券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楚天书你这可是标准的乐观主义者的发言啊 但事实是天风证券今年上半年 可是亏损了3.24亿元 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股价上涨固然好看 但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面支撑 这样的涨势不过是空中楼阁 迟早要跌回来的 所谓的管理层调整 不过是权益之计 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改善盈利能力 自营业务大幅下滑 风险控制指标接近红线 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光靠股价上涨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确实 盈利能力的提升和风险控制 是天风证券面临的严峻挑战 但别忘了 股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波动 和不确定性的地方 天风证券股价的上涨 是对其未来发展潜力的一种认可 也反映了市场对其改革措施的信心 红太集团的入主 和管理层的新鲜血液 给这家公司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亏损 还要看到背后潜在的机遇 就像那些曾经的黑马公司一样 只要把握好机会 未来依然光明 楚天书 你说的我都快感动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 股价上涨 确实能带来一些市场信心 但你知道股市的理性往往是短暂的 情绪的大幅波动 依然是主旋律 天风证券的问题 不只是盈利和风险控制 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 监管政策的调整等等 都是不可控因素 管理层再怎么换 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那一切都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我们还是得脚踏实地 看他如何在实际业绩上取得突破 哈哈 琪琪 你的质疑我完全理解 不过 正是因为有这些挑战 天风证券 才有逆袭的空间啊 就像古话说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 正因为面临困境 他们才会更加努力地去寻找解决方案 宏太集团的新进资本 和新的领导团队 已经在战略规划上做出调整 如果能在自营业务和风险控制上 做出实质性改善 那未来的天风证券绝对值得期待 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 就否定他的未来潜力 诶 楚天书 我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 天风证券确实还有努力的空间 不过 毕竟金融市场 不是光靠勇气就能逆袭的地方 策略和执行是关键 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路上 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真正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不过在此之前 投资者还是需要保持理性 毕竟风险和收益 永远都是成正比的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